常常太般人間帶你找衛生紙的真相 曾幾何時 問候宇從你吃飽賣 變成了你買到衛生紙了嗎 怎麼會這樣子呢 走 我們再到賣場去看一下 來到第一家大賣場這邊 衛生紙早上早上被秒殺了 女人剛退後求其次 改買這樣子的比較粗的餐巾紙 或是花多一點錢 買這樣子比較高單價的獅子巾 至少能夠稍微撐一下 不幸好我們來問一下媽媽 在這邊看 再還有一包啦 我再還有一包 你要嗎 不要啦 不要啦 因為我們應該用不上沒關係啦 因為我們有不上的 一包就夠了 一包就夠了 還有 是不是這樣 但是我的餐巾紙 差起來不會太硬了吧 我看你好像沒有買獅子巾 然後也好有餐巾紙巾 獅子巾是要無法的 因為我們還要他們的 看那個麻草那個 對對對 我們只有一包就可以 一包就夠了 但是還是想拿衛生紙吧 沒有啦 沒得買了 配合求其次就對了 沒有關係啦 這樣子就這樣啦 就是 對啊 勉強用啦 對啊 謝謝 真的啦 沒有衛生紙了 獅子巾也沒用啊 真的 這家賣場一樣 衛生紙櫃通通如也 我們好不容易搶到這三包的衛生紙 只過 你看一下 這個搶購人潮明顯不如前幾天喔 會不會是大家開始反思的 省這幾包衛生紙 省不了幾百塊 幹嘛那麼累呢 所以呢 人潮的確變少了 來到第三家大賣場 可以看到的架上 一包包的衛生紙呢 還放了這麼多 小姐 你們沒有想說買一下衛生紙啊 要來買衛生紙 要來買衛生紙喔 不過好像這個搶購人潮 好像沒有前一天那麼多了 對 是嗎 終於買到了嗎 沒有還在買 我想要的之後 是喔 但沒有想說多搶幾包回家放 還是覺得這樣子已經沒必要 不用嘛 佔空間 佔空間 對我差那幾十塊 對 大家特地跑過來 是真的沒了才來買 不是因為要來搶購 可以跟大家小姐講 事實上是真的需要才來買 但前幾天還有很多民眾在這邊 哇拼命的這樣挖呀 挖了一箱箱的來走 但隔了一兩天之後 衛生紙變成這麼多的貨放在架上 到底是為什麼 而前幾天 有人搬了好幾箱放在家裡 一用可以用半年 他們說幹嘛這麼拚呢 衛生紙為什麼要囤貨那麼多呢 走進一般的家庭 您才知道 持家的媽媽 持家的太太到底多辛苦 像這位邱太太 哇 您可以看到 哇 邱太太 你整個客廳堆滿了這個衛生紙 你是買多少包啊 這是什麼 一箱七十二包 七十二包 這箱多少錢 九百九 九百九 不過您預料是未來如果漲價 漲價最高幅度 這樣一箱九百九 會漲到多少 可能一倍以上 一倍以上 所以它九百九 會變成兩千塊 沒錯 哇 事實上呢 多一千塊來講 對我們一家四口的家庭來講 這個衛生紙漲一千塊 差多少 一千塊在幹嘛 一千塊菜錢都有了 菜錢都有了 對 所以你才會這麼重 哇 您可能把這個扛回來 買那麼多 哇一條一條這樣七十二包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嗎 當然啊 是 事實上一家四口的家庭呢 衛生紙用量到底有多大 我們以邱太太一家四口來講 衛生紙為什麼買這麼多 你看喔 先放一下 買真的很多 像這樣的客廳啊 這樣子坐著 這邊擺一包衛生紙 邊看電視 然後邊這樣擦嘴巴吃零食的話呢 像這樣子一家四口 客廳的衛生紙 大概一個禮拜內就用完了 而用量最大是哪裡呢 你來看一下這邊 當然是洗手間啊 洗手間這邊 一樣一家四口 秋太太的家裡 像這樣子裡面 放了這個衛生紙 這樣子一家四口 每天用的話呢 這樣子抽抽抽抽抽抽的話呢 大概兩天就用完了 不只是這樣子喔 廚房這邊 還有放了這個衛生紙 因為要擦流理台嘛 這樣子擦擦擦擦擦 這衛生紙呢 大概也是一個禮拜就用完了 所以說呢 一家四口家庭 不算大家庭 但是呢 卻是全台灣呢 大家最常見的這個小家庭呢 他們衛生紙用量非常的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邱太太 才會一口氣買了 這樣子 哇 買買了一箱 買了兩大箱 因為他預計 買一箱可以省多少 一千 一千 他買了兩箱可以省多少 兩千 兩千元可以幹嘛 兩千元可以 兩天的債錢 沒錯 對 所以說呢 精打細算媽媽們呢 才會這樣子的選擇 這是一般的單身貴族 或者是呢 沒有持家的丈夫 所不知道的痛苦吧 對不對 對 沒錯